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日本除了摩登現代的建築以外 也有許多代表日本歷史風格的區域 比方說京都的二年三年版 小京都之稱的金澤日葛朝屋 小江湖之稱的川越 日本遺產秉之譜 夏亭風格濃厚的朝鴨 或是各地百年千年以上的溫泉街 這些地方好拍照、好散步 也藏有好吃的東西 更有特色的旅館 鮑勃這次就來介紹這些區域給大家 成田機場所在地成田市 除了機場以外 還有全國參拜人數最多的寺廟 成田山、興盛寺 充滿日本傳統風情的表參道 還有鰻魚 晚上搭飛機之前 來這裡晃晃單半日遊吧 成田市是一個位於日本千葉縣北部的城市 距離上野大概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多的車程 我們這次拜訪的成田山、興盛寺這一區 距離機場只有約十幾分鐘的車程 如果要順順的玩的話 就下午左右來成田 然後先殺到鰻魚飯店、川楓 川楓 川楓是成田鰻魚飯基站區中的鰻魚飯名店 可以已經超過一百年了 總是大排長龍 但店裡面的位置很多 所以錯開中餐的時間 應該不至於排太久 家店原本是鰻魚疲發商 所以職人知道怎麼挑好吃鰻魚 配上蜜船帶有一點甜味的醬汁 肉質軟嫩不會過油 鮑勃點是1.5隻鰻魚的特等鰻魚飯 說實在話一點都不覺得膩 大排長龍真的有它的原因所在 吃飽喝足之後我們往前走 來到成田山興盛寺 這個寺廟已經有一千年以上的歷史了 是朱雀天皇下立寬朝大增鎮 為祈禱平行關東有平下門引擎的動亂 從京都來到了成田 祈禱了21天之後 動亂就結束了 祈禱時所帶來的不動冥王就留在這裡 也是成田山興盛寺 在成田開山的原因 寺廟附地很寬廣 大家可以從總門進入寺廟 經過國家指定重要文化財 人王門 然後到大本堂參觀不動冥王 然後看看25公尺高 鑒於西元1712年的重要文化財 三重塔 塔壁周圍有16羅漢雕刻 非常的細緻 如果角力好的話 我們可以搭配旁邊的成田山公園一起享用 公園附地很大 樹林茂密 非常有自然的感覺 繞過公園我們拜訪高85公尺的平和大塔 跟公園一起拍攝等等氣派 然後往回經過大本堂的方向 我們再去拜訪兩個重要文化財 一個是江戶時代中期 1701年所建議的光明堂 以及1861年建造的鵝堂 上面有江戶時代貴重繪馬 以及各種造型的雕刻 很有氣氛 離開成田山 我們回到剛吃蠻雲的地方 就會寺廟的表餐到 這裡江戶時期就已經很繁華了 有許多餐廳、吃茶店、金內品店等等的 就算只是散散步 感受一下日本風景也很棒 我們就一路散步回到車站吧 如果想要從成田辦日遊 變成千葉歷史一日遊 還可以搭配小江戶之稱佐園 這裡離機場大概1小時的車程 區域有很多江戶時代末期 製造和時代前期的建造的木造丁家建築 藏造的店鋪建築 以及陽風建築 距離佐園車站約10分鐘的巴士 可以拜訪知名參拜景點 日本全國各地400所相取神社的總社 相取神功 在明治時代之前 僅有三個神社擁有神功的位階 一是神功 相取神功 和陸島神功 換句話說 相取神功的地位極為崇高 境內有不少重要的話才可以參觀 大家也可以蓋個玉珠印當紀念品